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内容 那因为影片在台风天附近录 那我们家的讯号有点断掉 所以有点疑似 没关系,我们把这些问题都录一次给你们看 那第一题的话,它是问说什么 它是问说,设ABC都为整数 ABC都为整数 题目说,这个FX等于多少 FX等于AX四次方 加上BX三次方 加CX平方加X减2 而且呢,满足这个条件 5A加3B加C等于2 那这时候我们要问,多项式的次数是多少 当你看到整数的条件的时候 记不记得 整数的条件的时候,我们以前常常说要干嘛 看到正整数 直数跟整数的时候 我们都会去干嘛 去凑答案 所以你记得 我们等一下可能要去凑一下这个ABC的数字 那既然如此,我们来看题目的条件 5个绝对值A加3个绝对值B加C等于2 那这时候要怎么去凑来讨论呢 其实也没有很难 你要注意哦 ABC都是整数 加了绝对值都是正整数或0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这个系数 比我们的2来得大 这时候这两项啊 都一定要是0 如果不是0 一项抵消以后 这个2被消掉变成负德数字 那就没办法去算了 因为绝对只要是正了嘛 对不对 我举个例子好了 例如说 如果B等于 绝对值等于1 哇 那这时候 5倍的绝对值A加3倍的绝对值B 再加C的绝对值 等于2 把1带进去 再一项 就会得到5倍的绝对值A 加上绝对值C等于-1 哇 同学 这样有没有解 这样是不是没有办法解 这因为这两个A跟C都是正数 所以呢 我们从这边就知道了 这时候两个是0 那这时候C的答案 要么是正2 要么就是负2 由讨论 我们知道 这个C的绝对值 等于2 所以C等于正负2 那前面两个是都要消掉 这时候A 等于0 B 等于0 因为这个绝对值内不要是0 才不会让这个2 一项减完以后变负的 好 那所以这个试试你就很清楚了 来 0 0 2 所以最高次项为2 Degree就是看我们的最高次项 所以Degree of FX 它的答案就是2 好 那这一题没有说真的很难 你们稍微的先看一下 你们可以暂停着看 那这个因为这个 我是把它重录 所以我中间 这个课程的间隙 我就会稍微的就跳过了 我就继续往下讲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范蒂尔 他说设ABC为相异的时数 不能带一样的数字进去 然后呢 这个FX 它最高是2次试 观察到2次试 那我们以前有说过 2次试 你要去决定它的长相 至少要带几个条件 三个条件 三个condition 一个2次试需要带三个条件 那带哪三个条件 我们才可以去决定呢 基本上观察这个式子里面 它就有透透的暗示你了 X-B X-C X-A 你带进去 是不是正好可以消掉东西 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观察到 你可以用ABC代音去试试看 来 那首先X如果用A代 哇 第一项留下来了 A方 A-B A-C 再除上A-B A-C 好 再加上什么 加上 B方 管它是多少 这个A-A 就会是零了嘛 所以第二项是多少 就消掉了 那第三项是多少呢 一样 A-A 是整个都消掉了 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前面的FA 约一约以后 就等于A的平方 那同理 你们自己再稍微的去算一下 就知道 A送B带 结果呢 有B的地方带入 消掉 这时候上下可以约 就叫B的平方 那这时候 FC 也是C的平方 FAA平方 FBB平方 FCC平方 那 已经有三个条件 可以决定这二次式了 你应该可以感应得到 这时候 我们就是带谁 谁平方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可以感觉得到 这个式子 如果你真的认真去解 可以解出一个X平方 加0给X加0 它是个二次式 它的关系 就是变平方的关系 好 那写到这里以后呢 F10就有了 F10是几 X用10代印去 就叫做10 10的平方 也就是100 这一题就没有那么难了 好 那这两题先这样 那你稍微的看一下 看一下有问题的话 请再问我们